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史丹尼 今天跟大家開箱評測介紹的是一支智能燈 你可能會問 智能燈還有什麼好說呢? 來來去去是用手機開關 或者遙控開關 或者調校不同的顏色 或者設定幾點鐘幾點色 其實還有什麼好說呢? 的確是的 智能燈膽真的沒有好說 所以今天我要介紹的智能燈 不是屬於燈膽型的智能燈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屬於燈色型的智能燈 就是這支 Nanoleaf 出的智能燈板 這個 Nanoleaf 並不是很傳統的智能燈膽形狀 其實它是一塊燈板的形式 這個就是一個迷你的三角形 也有比較大小小的三角形燈板 甚至乎也有六角形的燈板 有不同形狀的燈板 可以讓你去堆砌不同形狀的燈色 Sedane 就會用這三套不同形狀的 Nanoleaf 去創造一些不同的燈色圖案給大家看 在看影片之前 麻煩你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眼前就把 Nanoleaf 全開箱 而三盒內其中有一盒就叫做 Static Kit 記住 每一套 Nanoleaf 燈色 必須要有最少一套的 Static Kit Static Kit 裡面有什麼呢 就一定會見到一個火牛 而這個火牛基本上就推動你整組燈色了 Static Kit 除了火牛之外 亦都有一塊控制板 這塊板上你會見到有開關鍵 光暗鍵 以及其他不同的 Function 鍵 而反轉後面你就會見到 HomeKit 的配對資料 所以這塊這麼迷你的裝置 就是這套 Nanoleaf 的無線 Wi-Fi 收化器 用來將整套 Nanoleaf 連接到網絡 接下來就要看看燈板 我現在拿起來就是最小塊的迷你三角形 反轉後面你就會見到 每一邊都有一個金屬接觸頭 用來連接另外一塊燈板 現在好像這樣 將兩個三角形拼起來 然後用跟來的連接器 將兩個三角形就可以連接起來 接著我就將控制器連接到其中的一邊 然後就把火牛線拆開 這個火牛線插哪一個位置都無所謂 總之你插其中一個位置 通到電就成功配置了 接著就拿起你的電話 就下載 Nanoleaf 的 program 就可以配對燈板了 然後在 program 裡面 其實已經可以控制到開關 甚至換不同的顏色 除了自訂顏色之外 裡面也有一個顏色資料庫 給你下載不同的顏色組合 相信一定有一款配合到你家的環境 這個產品的設定非常之簡單 反而最傷頭腦的就是 如何組裝才能組裝得漂亮 感覺就像玩七巧版 要不停組裝不同的形狀 坦白說我都組裝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才組裝到一個我自己適合的圖案 我建議大家在買這套 Nanoleaf 之前 可以上官網或下載APPs 先設計燈色形狀 然後才訂購 就不會浪費了一些燈板 攪拌了整個小時 我就組裝了這個形狀 不過我太太非常不滿意 所以我又要再組裝了 經過我和太太的激烈討論之後 最後我太太就說 要把燈板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用什麼形狀呢 最後我就組裝了S字 S for Stanley 這個燈色我就會黏上去 貼上牆的方法就是用它跟來的貼紙 這塊有點像3M的長身無痕貼 把貼紙貼在燈板的正中間 每一塊燈板都會貼上一張適合的貼紙 其實它跟來也有多的 所以如果貼錯也沒問題 接著就可以貼上牆了 這個步驟就要大家小心點貼 因為貼錯了其實也挺麻煩的 雖然可以撕下來的 但你長身的油漆 就有可能跟著貼紙就即時剝下了 所以就慢慢貼 不要心急 這樣就可以了 順帶一提 如果你黏好了 才發現漏了些折迫器 不要緊的 可以逐快逐快撕出來 貼上牆的底部和燈板是可以脫離的 不過就要少少力慢慢撕 搞定了 終於上了牆了 開啟燈後 嘩 非常漂亮 我非常滿意這個裝飾 我的nano lift 就放在這棵牆上 我亦都在HomeKit 設置了它 每次清晨一日出 它就會自己穿 日落就會變成另一種顏色 還有晚上的一時就會自動吃 除此之外 你亦可以透過燈板上的控制器控制開關 光暗 亦都可以撤換不同的顏色 還有一個方法 其實它每一塊燈板都支援觸控感應 你可以設定開關 轉換顏色 甚至控制其他的智能家居裝置 另外還有一個功能 我是非常之喜歡的 就是它可以感應到不同音樂 而作出一些不同的顏色 我展示給大家看 嘩 多久沒彈過吉他 神經病 1 2 3 4 All we know Just to turn to enjoy the show All we know Just to turn to enjoy the show Woo 來到最後 就是講一下我對Nanoleaf的評價 始終這個是一個 裝飾的智能燈板 不是一個必需品 所以其實你說有沒有需要 是沒有需要的 純粹是一個裝飾品 加上它這個東西 其實都一點都不便宜 好像我這個Starter Kit 就大概900多 然後加上後面這兩個Expansion Set 都差不多2000元 所以你問我值不值呢 沒得說的 有些人很喜歡它 就覺得是reasonable的價錢 但是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坦白說送給你都未必要 其實很早之前 我對Nanoleaf的產品 都已經有留意 因為我覺得 這些燈板 如果鋪到整個牆壁都是 其實是非常之型的 很有電競級的感覺 不過我的太太 就不喜歡 坦白說 本身我們就打算 放在書房 放在他的電腦屏幕上 但是他就不喜歡 反對 到最後 我們談了很久才會放在這個 Coffee Corner 因為本身這個Coffee Corner 的確是比較暗的 還有那一棵牆 就比較刺 本身打算放一幅畫 但是最後 沒有放在這裡 結果 就經過 多番的討論 終於肯讓我把Nanoleaf 放上去 所以現在 我們一進門口 就看到Coffee Corner 所以 晚上進來 其實已經看到他 是亮了燈 有一點氣氛的感覺 有時候如果我的朋友來 玩Bord Game 其實那個位置 都比較暗 就是飯廳的位置比較暗 所以就會開了 變成純白燈 也有照明的功能 所以你問他有沒有用 見人見知 我喜歡不喜歡呢 我自己喜歡的 不知道你又會不會考慮 買這個Nanoleaf 做你的 裝飾燈 好了 今天就暫時說了那麼多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者在Facebook IG 找我 最值得支持我 Subscribe my channel Bye Bye